各位好 我是无数林 Debra迪波拉 很高兴又来到了 祷告联军的代祷时刻 今天进入到第12天 这12天的代祷过程里面 每到这个时刻 也就是我最宝贵的时刻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 那种同心祷告 线上祷告的那股力量 无论代祷者是在脸书 YouTube 或是在line里面留下的祷告文 我深深感受到 每个祷告文都是带下温度的 主耶稣说 我们是世界上的光 世界上的眼 因此光是照在人前 不是藏在灯斗底下的 但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好像居家防疫 而被锁在家中 可是我们基督徒 有一件事 是不会被锁住的 就是我们的信息 同时我们渴望上帝的心 也不会被锁住的 因此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手 来做一个代祷者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 在我的翻译书里面 其中有两本是 与天使有约 这个作者 韩卡尔牧师 他曾经在异象里面 在灵里面 看到几种景象 其中有一个景象 令我觉得非常的深刻 而且每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 这样子的图画 也就是他每一次在主日 敬拜的时候 他都会看到异象 而这异象非常的特别 就是看到天使 然后当大家在敬拜 或是赞美的时候 他会见到天使 会蹲坐在圣坛上 那有一次他看到一群天使 来来去去的在圣坛附近 而有时候这些天使 好像蹲坐在那里 是受伤的天使 于是在敬拜的同时 会众的赞美 就开始带给天使那种灵力 使天使在圣坛旁 就恢复了灵力 于是他们又投入了战场 又飞出去到属灵的战场 去为主作战 这样子的意象 给我非常的深刻 因为在灵里面 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是属灵的空间里面 只要我们发出祷告 就带出征战的能力 因此我要呼吁你 邀请你一起兴起 为主耶稣来征战 成为一个带导勇士 因此今天也要特别为 我们的城市跟社区来祷告 所以我也邀请了 在恩权更新协会 培训中心服事的传道 李怡荣来带我们祷告 好 我们一起祷告 耶利米书29章7节 你们要为纳城求平安 为纳城祷告耶和华 因为纳城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与社区祷告 主 求祢赦免 在我们的城市社区里 存在着拜偶像行邪术 病人的骄傲 贪婪 尊敬情欲的罪 主啊 我们诚然得罪了祢 求祢赦免 也求祢怜悯食恩 因着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轻忽 使病毒借由群聚传染 衍生成了社区感染 其感染的速度更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台湾各地扩散开来 因确诊人数的攀升 致病床数缺乏 令许多染疫确诊者被迫居家隔离 得不到妥当的照顾 其中不乏独居老人或儿童 这几天 甚或有人因居家隔离 来不及送医急救而丧命的染疫者 面对变形病毒 对人性命与身心灵上所带来的毁坏及冲击 主啊 我们却是爱莫能助 无计可施 主 我们要呼求祢的名 祢是耶和华罗伊 是我们的牧者 求祢立定宝座 作网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与社区里 以祢爱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涂抹 遮盖竭尽每个角落 使病毒速速离去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和华是居民们的避难所 是居民们的力量 也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主啊 求祢一致在社区中 被迫居家隔离的染疫者 并且插开天君天使 看顾保护 独居老人与孤儿寡母们 预备他们的需要 求主动工在染疫者与社区居民的身上 祢的救恩临到他们 在这个时刻能经历祢的同在 知道祢才是生命唯一的救助 独一真神 耶稣基督 主 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祢的美意 诚如罗马书上记者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着祢旨意被招的人 谢谢祢 让我们透过这次疫情 再一次深深体认到人的人物 教导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 当新冠病毒的疫情 造成人类心灵的威胁 并生活行动的改变与受限时 也给予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实质价值与意义 也因着人的有限才能明白祢的无限 主啊 在疫情期间 求祢更多使用我们 成为基督爱的出口 在每个城市与社区里 求兴起祢的儿女 也赐给祢儿女有颗敏锐的心 能感受灵社的需要 并让我们得着智慧方法与机会 并透过各样的管道 去传好消息与宣扬祢的名 主 教导我们在疫情的严峻的时刻 成为祢中心的仆人 帮助我们的脚步 能紧紧跟随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 以基督的心为心去爱领利 主 装备我们按着祢的旨意行 愿祢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城市社区 祢的名得到荣耀 主 这是我们在祢面前献上的祷告 愿蒙祢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非常高兴与你在线上同心的祷告 别忘了在留言板上留下你的祷告 以及回应 让我们串联起各地的祷告 成为一股不可破的力量 并且为主耶稣赢得城市 欢迎你分享以及订阅 同时邀请弟兄姐妹家务 祷告联军 让祷告联军成为一个祷告的出口 今天见 祷告联军 祷告联军